主方宇宣布重大决定 广东队收到好消息 杜丰这次高兴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聊一下广东队聊一下CBE 大家都知道广东队是未免冠军 他也是在上赛季中战胜辽灵队获得了总冠军 本赛季开始之间 广东队也是因为伤命的原因 输了几场比赛 前一轮的比赛中也是溃败于北京队 赛后杜丰先生解释了 包括球员的伤病 还有老将复出之后的状态 确实球队面临很大的问题 就在刚刚广东队的总经理朱芳宇 也是发布了重大的决定 他也是表示 在球队再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加上伤病潮 造成球队的战绩 确实受了很大的影响 下部球队将会在第二阶段的比赛 与球队的外援维姆斯 能够正式签约 以最快的速度加盟球队 他也是表示 维姆斯已经和球队打上共识 第二阶段出场应该是问题不大 有了维姆斯的加盟 可以说广东队的整体实力 也会提个道次吧 现在的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于球队的伤病比较厉害 徐杰的腿伤 包括一键连的受伤之后的付出的状态 也是采内海泽的问题 朱芳宇的话中可以看出广东队还是继续以一键连为核心 也是等着一键连的商业完全好之后 能够带领球队在几后赛中 能够再次站在最高的领教台上 关于球队的外援问题 朱芳宇也是给出了解释 关于球队的第二阶段外援布鲁克斯 很有可能在几后赛开打之前加盟球队 这对于广东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广东队确实在有外的情况下 整体的状态包括在球场上的控制力 确实会提高很大的一个档次 两名超级外援的加盟可以使广东队在几后赛中能够走得更远 对于杜峰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也避免了球队在出现伤病潮的时候无人可用的情况 现在其实广东队内部的一些伤病还是比较严重的 一年连上运辅出之后状态还是没有恢复到最大状态 几个比较主力的球员 胡敏轩赵瑞都有不同的手段伤病 而且队长周鹏也是因为伤病也是一直在恢复过程中 可能随着第二阶段的开始 广东队的外援就位之后 加上几个主力球员的伤病慢慢的恢复到一些比较好的状态 可能在第二阶段的比赛中 排名可能会有大幅的上升 争取能够排到第一第二的位置 在几后的赛中能够避免与超级强队相遇 这样可以在两个外援能够完全到位置后 能有段时间去磨合吧 然后让球队能够在一个最大的状态 去应对半决赛决赛的比赛 也是希望广东队能够越来越好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见